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八字案例 这是命主的一个八字报告信息 首先看一下八字排盘 姓名姓别,阳丽生日,阴丽生日 年龄是35岁,鼠像是鼠虎 年命那阴,是炉中火 交运的年份是逢尾数代期的年份换运 能量分析,假末日元,月令虚祖不得令 天干不得适,地支通根得地 能量是一个偏弱的状态 习印小笔记能量帮身 既财官商刻意耗资深能量 习用五行为水和木 既用五行为火土金 这是一个圆面局中的能量分析 后面集合大约流年再进行进一步的判断 姓名的建议是建议他取习用五行对应的网名 或者说是一名以增加资深能量 珍谷算命重量是420钱 珍谷的评语,生平一路是绵长 渐渐心中自主张 前面风霜多受过 后来必定享安康 这是命主的一个基本的排发信息 下一页是一个特点分析 特点分析主要是从三元命,生肖 还有比较多的一个时尚一个特点 另外下面结合神煞 一些特点分析 主要主要来说有这些特点 心思细腻,做事节约,比较节省,比较大,爱骚心,能说爱唠叨 这是三元命方面的特点 下面是一个比较多的时尚的特点 再下面是一些神煞的特点 都是比较直观的一些特点 比如说太极神煞,路神,还有一些贵人的特点 下一页是一个格局的分析 性格的分析 主要是从格局方面来看 格局方面偏材,真格 另外比肩 也算是成格一个分析 上面是偏材的特点 下面是一些比肩的特点 这一页是一个脾气分析 主要是从日做时尚进行分析 日做比肩 脾气比较强 关键丝是不符 有这些特点 下面这一段也是从他比较多的一个时尚方面进行一个分析 从而给他一个建议 就是当我自己是善于听取他人建议 是这么一个小的建议 下一页是一个夫妻情感的分析 夫妻感情 夫妻公是银幕 为喜用 代表能得的爱人家乐的帮助 夫妻心是财心 财心为祭 提升自身能量 可以获得婚姻的幸福 下面是从生肖方面一个对对象的一个分析 他喜欢这些直肠的有主见 独立性的女生 对这种女生的是容易心动 对这些性格温柔 个性十足的这种女生的时间你不忘 婚姻一配呢 是马狗大吉 数出的是吉凶哥伴 主要是从夫妻宫这个地方来看 夫妻婚姻关系的婚姻的继配 有蛇和猴 因为有一个 是从这个生肖这个地方看 蛇和猴 因为有一个隐私身三型的一个特点 单元流年 是从夫妻宫这个地方看 刚才这个一配是从生肖这个地方看 单元流年是逢猴 蛇猪年 一脑混灾 注意防范 因为它这两个年枝和日枝是一样的 所以说有一点点相同 下一页是一个贵人分析 从年柱和日柱 经分析 挺丁猪结尾 猪和鸡 甲午间牛羊 牛和羊 因为这几个属相呢 猪 鸡 牛 和它这笛质中的几个字 有一个相害相迫的关系 所以说进行了一个排除 真贵人属性为羊 所以说与这个属性的人合作 对它有一个帮助的作用 遇到问题 寻求他们的帮助 也可以对它起来一个帮助的作用 下一页是一个行业分析 根据命组的八字能量分析 预选择帮扶他自己五行的行业 预选择水木的行业 另外来说 它的比肩是比较多的 所以说 易从事与人合作的行业工作 中介传销啊 或者说销售啊 这些中间撮合的工作 对它来说是比较适合的 下一页是一个健康分析 缘命局中水木旺水弱 应该是注意肝脏系统疾病 水弱呢 也是代表肾脏系统疾病 密尿系统疾病 2022年是人一年 虎年 孙运并临 此年应该形势多加小心 注意防范上灾意外 下面具体的在留约里面进行分析 财运分析 财星 是上下通根的 代表它命局中带有财富的信息 而且是比较旺的 时商星 是财源 是都有 时商俱全 代表它命中不缺少赚钱的手段 2022年 人水 能量帮身 泥木 是他和他的地支 富奇宫这个地支 是日做的地支 是相同的 有这么一个特点 从天干上来分析 人水冲走了石山 石山 冲走了石山 石山代表财源 也代表它的工作 工作方面的信息 冲走了呢 就代表此年事业机会受损 下面的荧幕 荧幕就比较多了 有四个 四个的话 就是为寄神了 寄神的话 此年财来财去 合理预算 以防支出大于收入 因为下面都是一个笔尖的能量 笔尖的能量 多了的话 就代表抢他的钱 所以说注意 这个财来财去的一个问题 此年应该是合理预算 2021年大运流年分析 2021年正好行到一个 效应的一个大运 从流年正观 上半年正观 代表此年人事不合 职权不稳 家门不幸 下面是一个财的一个信息 下半年代表此年得贵林提携 事业兴旺 松光自得 游戏有忧的一个特点 下面是一个2021年的流月分析 到现在为止还有两个月 把这两个月给他分析了一下 耿子月 耿筋 七沙克参 这个月应该是注意身体方面的伤病 伤痛 伤灾病痛 下面是子水 是一个印 子五相冲 这个月应该注意 与下属网拜的交流方式 以免发生冲突 另外呢 这个子 也代表一个自首相合 和财 也说明他这个月财运是比较旺的 到了腊月 新丑月 官沙 代表工作量有所增加 管理知识增多 对自己严格要求 下面是丑土为财 也代表呢 这个月财运机会上升 学习上有新的收获 下面有印 有印就代表学习方面的事情 总体来说 这个月工作顺利 另外呢 是仇武一个相害的关系 这个月应该是防范小然 这是这两个月的信息 下面是2022年的代孕流年分析 2022年正好换小孕 五年一小孕 十年一大孕 到了行比肩大孕 比肩大孕上面流年是消孕 上面代表此年凡事多足 要注意身体 不可贪战 误为他人担保 下面到了比肩 流年比肩 代表此年半事多足 图谋难求 凡事不遂 这是一个大的信息 下面到了2022年的一个流月分析 流月分析一月 这个孙孕病例 加上一个流月 这个萧神的能量是比较旺的 萧印能量旺 代表他自信心增强 自尊心增强 这个月呢 下面地质中的比肩的能量是这么旺 代表呢 朋友啊 同党啊 这个花费比较增多 都是来抢他钱的一个特点 另外呢 因为有一个萧神 下面有一个石神 也算是有一个萧身夺食的信息 这个月可能会失去一些原本属于自己的一个福气 这个月应该是注意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 到了二月 鬼某月 是一个硬的六月 代表这个月事业上有新的进展 财运方面呢 因为有一个鬼 乌鬼相合 喝财 硬喝财 而且是临身 临着他自己是比较近的 代表财运方面有偏财入账 财运方面也是比较好 下面有一个解采的信息 也代表花费比较增多 这个月财来财去 注意看好自己的钱包 到了三月 贾成月 币肩 代表贵人朋友的帮助 帮助比较多 这个月呢 由偏财入账 下面有一个接财 另外一个陈虚重 把财给冲走一个 所以说基土旺 也代表这个月呢 花费比较多 另外呢 库 成为那个库 水库 水呢 是一个消印 印方面 把那个印 销成给收 收库以后呢 也代表事业方面 麻烦事 多得以解决 也是一个好的信息 到了四月 是一个 疑四月 疑四月呢 结财 十三 这个月呢 可能会认识一些新的一项朋友 结财又代表新的一项朋友 下面四伙是一个 四伙和负极工的一幕 有一个受害的 与一个害的关系 这个月代表夫妻情感方面 有所下降的一个关系 注意提前预防一下 到了五月 一个丙五月 丙五月 十神 山关 这个月呢 代表 平日 代表呢 工作事业趋于平稳 十神 有迟和玩乐放松的机会 下面五火呢 银五须三行 代表呢 把这个 不是啊 银五须三合 代表那个人 的关系 进一步梳理 利用人脉 对自己的帮助 比较大 工作上 努力 财运上升 是一个好的信息 到了一个六月 丁卫月 上官 工作努力 收入增加 下面有一个财 这个月呢 卫 卫是一个木库 收归日主入库 另外收 笔肩入库 代表呢 事业方面 代表自身 都有受限 才能不易发挥 这个月 借交借造 桃光养晦 一代失机 因为把它收归入库 毕竟来说是一个不好的信息 注意 桃光养晦 一代失机 好 到了下半年 乌生 流月 偏财 欺杀 这个月呢 工作上 有新的思路 工作上 因为有一个 银身相冲 深冲 银木 代表呢 工作上 走动的机会增多 出门在外 应该多加小心 因为也应该是注意一下防范伤灾业的发生 这个月是一个流月特别注意 本月有偏财 偏财运 同时呢 银身冲也代表一个夫妻公受冲 前感受挫的一个信息 到了八月 极有月 有财 有官 管理知识增多 就是代表 这个月呢 有升职加薪的一个机会 到了九月 耿虚月 本月呢 就是有偏财的机会 亦有抗官的信息 因为他的 官杀 官杀客身 所以说 注意与领导长辈 好好交流沟通 以免产生矛盾 这个月呢 应该也是注意防范 伤灾业外的发生 同时应该注意防范小人 虚伪火库 收归入库 也是注意防范一些 信息 防范一些小的伤灾业外的信息 到了十月 是辛亥月 辛亥月呢 正观信息 也代表对自己严格要求 另外呢 秉心向河 河的一个失神 这个月有放松的机会 地支里面 银亥一个破河的关系 也算是一个河的关系 这个月 情感方面 也会有新的进展 到了十一月 仁子月 萧神的能量 是非常棒的 帮多为继 外界对自己的关心 关照增多 别人对自己 可能是发自好心的 然后给一些建议 或者说一些说教 可能自己会觉得一些心烦 这个时候 应该注意保持 自己内心的想法 不要受过多别人的干扰 以免失去自己 以至于后悔 因为有应呢 代表学习方面 有新的进展 另外呢 子午相冲 应该也是注意 以下属方面 那个关系 子午相冲 下面也有一个财 财被冲走 代表呢 花费比较大 到了腊月 是一个鬼丑 鬼丑的流月 本月 应代表 学习方面有新的进展 下面有一个财 财运增加 同样的财官印 代表有升职加薪的一个机会 好 这就是2022年的一个 刘月的一个分析 下面继续 是一个喜记建议 根据命主的八字能量分析 它使用五行为水和木 选择对应的颜色 选择对应的数字 到对应的方位去发展 可以对它起到一个帮助的作用 这是公传参考的一个建议 下面这一页呢 是我后来自己学习扩展的一个页面 是结合了24三方位的一个关系 然后给它一个方向方面的一个建议 原理呢 也是非常简单 看它这个地址里面的这些信息 它不是 因为它是难的 不适合去到官杀的方向去发展 所以说排除了官杀 所以说官杀呢 就是甲木的官杀 就是金的方位 西方是不适合去发展的 另外自身呢 是一个甲木 它不适合去一个木库的方位去发展 把它收归入木库就不好了 所以说也是给它一个排除 所以是一个木库的方位 是一个凶的方位 另外呢 就是说 看地址里面其他的地址 有没有一些行众迫害的关系 进行一些排除 最后呢 给它一些建议 吉利的方位 就是四方位和边方位 是有利它发展的一个方向 像没有一些行众迫害关系的方位呢 不好也不坏 就代表那个是一般的方位 下面呢 是一些鸡胸的方位 好 这么一个分析的思路 好 下面呢 是结尾 掌握个人医生命运 自信独定规划未来 再下面一页呢 是一个 是一个 广告宣传的一个页面 是因为你真心真能帮你 然后留一个微信号码 让它可以 如果说给别人看的话 别人看到的话 可以加我 加我的话 也可以带来一个业务的一个信息 在下面最后一页呢 是一个提示 提示付费的一个页面 算命3B收 他看到这个页面呢 可能会有所行动 好 这就是我最新 更新的一个巴掌力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和启发 好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 拜拜